OK成功解决 我们换个糕点守住他 用他最幼儿 他女朋友肯定会来救他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拆家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名字 小瓶姑这不是以前的第一大黑粉吗 可以可以看来今天的运气不错 拆到蜀人的营地了 小强本来还想和他互动一下的 但没想到他人居然不在家 看案子应该是出去做任务了吧 那行吧我们就进去参观一下 反正现在小强也没啥事干 他家又那么漂亮进去看看也挺好的 可以可以他家变得高级多了 冰箱应是一应俱全 看来这小强是发财了呀 小粉丝们肯定觉得很奇怪吧 为什么小强要说他是火棒呢 其实啊主要是小强魅力太大了 之前这个黑粉呢是一直在喷小强的 这喷不得看视频咯 看着看着就转铁粉了 嘿嘿没办法小强就是那么有魅力 这边我还发现他居然抢到了浴缸了 哎呦这就厉害咯 小强之前一直想要来着 但怎么抢也抢不到 没想到居然被他买到了 看来他运气也挺好的 浴缸的小房间装饰的很别致呀 记得在皮肉区告诉小强哦 这该参观的都参观了 继续待着也没啥意思 那我们就离开吧 不等他回来了 没想到小强还刚准备离开 就被这营业人给发现了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赶紧溜吧 就凭你们几个想抓住小强想多了吧 不过还别说他们的速度挺高的 看来这次得小心点了 一下子就被打掉傍光雪 有点危险 这附近都没什么掩体 我们就直接潜水离开吧 嘿嘿来呀一起游泳清凉一下 小强也是和他们拉扯大方天 终于可以防打一波了 最早小强这么紧 是得付出代价的 哎呀都打空雪了 差一点就能灭掉他了 没想到旁边杀出了个橙咬金 真是个嚼屎棍啊 没办法只能先把他也灭掉了 嘿嘿被注给拱了吧 活该叫你坏小强好事 不过这人的座位挺烧 后面还有人资源 继续和他皮下去的话 小强很可能会凉的 好汉就吃点青龟 我们快点溜 怎么样小强这么死意逃生秀不秀呀 喜欢的话记得跟小强节目关注哦 我也是决定在这里打满药 再回去和他们皮 跟他们绕实在是太刺激了 小强最喜欢做的 就是这些有挑战性的事 我也是来到市中心这里 本来准备守一下的 没想到上面已经有人了 那就先把他给灭了吧 OK成功解决 我们换个搞点的手术他 用他的最幼儿 他女朋友肯定会来救他的 过章来了 直接怼他 居然还想救人 你们得问问小强同不同意 这对情侣之前睡得小强挺久的 现在终于可以制裁一下他们了 小强有极光护卫的帮助 基本立于不败之地 打倒这妹子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OK搞定 终于让他们团聚了 只不过后来小强也是很无奈 被他们狠狠教训了一顿 你们看男女混合伤了 小强根本不服他们的私需呀 没办法小强只能脱脚回家去了 还好我们的手术不要坏 这波也没什么太大的损失 今天还真是比较够尽兴养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这里了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